在这次的东亚峰会中 美国总统欧巴马宣布将启动与东协扩大交往机制 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协议TPP固装 而中国决定在明年初启动与日韩的自由贸易谈判 由于美方互别苗头的意味 如何解读从美中各自主导的贸易协定 这当中透出来的讯息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你好 针对欧巴马亚洲行 有些学者认为 美中之间的利益碰撞在所难免 也就是在贸易投资 知识产权 技术创新 货币政策等方面的竞争将会持续 甚至有可能加剧 钱江老师您的看法 是 现在欧巴马已经连任成功 他发现因为这几年 他对亚洲其实是忽视的 所以亚洲现在被中国 然后力量 前面 你说渗透也好 或者说 他已经力量比美国 可以互相比美 虽然不是把美国的实力 然后排出去 可是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 那现在察觉到这样的情况 好像不对劲 所以他在第二任开始的时候 然后就往亚洲 然后就关心 其实他在不久之前 已经有一种在调了这个方向了 那为什么中国 他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会大 当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 好像所谓的这种崛起 所以他有这样比较大的力量 然后对一些其他的国家 好像施以恩惠 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是双向的 一方面他有钱了 然后去援助人家 那另外方面 其实他也要这些国家 然后跟他互相贸易 然后这些国家一些原料 他也可以去分享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付费 同样的美国在这些国家 除了政治方面 在经济方面 也是有这样种情况 因为现在是一个全球化 然后大家都在全球 然后去争夺这种资源 所以现在中美双方就会碰在一起了 其实中美的这种贸易纠纷 也不是现在的开始 已经有好几年了 那现在是不是会更严重 因为两国其实国内都有问题 那个美国所谓的财政悬哀 在中国现在18大结束了 新的这种局面也出现 中国现在内部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是不是也要从国外 然后后来掩盖国内 这样种情势 我想两国都一样 所以他们现在在国际上 这种征战应该会更加的明显 那对亚洲地区 我想也不例外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好好去观察 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强权 那他们的这种变化会如何 因为对台湾影响应该也会非常之大的 在讨厌下 不当然会 不必须要求 如果这个是个人 但是这个问题 也能致压却